那么刚才我们就已经把Photoshop的传统切图给写完了 那么围绕这三点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都给写完 但是还是那句话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为此呢 Photoshop从CC的版本开始 从新版本开始 给我们改进了一些切图的流程 最主要就是这么几点 首先Photoshop它有个脚本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脚本 来进行一种计算机自动的运算来切图 它有个好处 它是自动化的 省时省力 当然图针太多的话 在省时方面可能不一定 因为它还跟计算机的性能 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如果图很大的话 我们都知道关一个裁解 它就会很好使 所以在省时方面可能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那么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计算机它来自动计算 尺寸是更加精确一些 好 那么我说了这个半天 大家肯定想牛刀小时一下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来我们把Photoshop打开 打开我专门为这节课准备的一个PSD 单击文件 找到脚本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将图层导出到文件 单击一下 然后呢在这里 我们可以选不同的类型 那我们要导的话 我们就为了体现它的神奇效果 我们就要导出它的PNG24 并且把裁剪图层给勾上 透明区域也要勾上 胶处也勾上 好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 Lesson 5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前置我就写个Lesson 5吧 Lesson 5 好 然后单击一下运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所有的图层 它在这边不断地跳动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布 有的时候会清空 其实仔细看它会有个裁剪过程 也就是说它会挨个的给我们的其他图层隐藏 只保留单线图层 然后呢把其他图层删掉 然后呢把单线图层给它裁剪到最适合的大小 然后再导出来 好 我们现在稍微等上那么一到两分钟 给它导完 导完之后我们再过去看 会发现还会有惊喜哦 OK 它已经导到背景图层了 我们看到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好 就像这样 它不断地删减 并且呢 我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组 还分为了一个一个的组 它就可以把组里面打开 一个一个的来 而且大家也发现 我这里面有智能对象 也有普通的图层 也有文字图层 各样的图层都有 但是呢 它依然能够给我一个一个一个的导出来 我们刚才也发现了 从文件下面 文件的脚本当中 还有好多个选项 我建议大家都多拿去做实践揣摩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 让你有很大惊喜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GIF动画 如果是用Flash导出 但是呢 半透明效果它出不来 怎么办呢 那没事 我们要Flash导出一个一个的序列帧 PNG的序列帧 导出来的序列帧 由于它的命名是很顺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脚本当中 引入对债 那是非常逊的一个功能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阐试一下 这里我就不再做做赘述 好了 现在它已经弹出来 脚本警告 将图层导出到文件成功 好 我们当下确定 然后我们来到我们的文件夹下来看一下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给我们导出来了 一共有17个图层 它就给我们导出了17个PNG的图 这17个图 非常不错 每一个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大小 而且我说过有个惊喜 什么惊喜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周围有阴影的话 它会自动给我们切到什么呢 连阴影都给保留下来 看我们这个小电脑的样子 阴影都保留下来了 非常好 非常棒 另外还有第二个 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在我们的前缀后面 它都已经给了个命名 并且是个命名的名字 刚好就是我们图层的名字 也就是说 如果做网页设计的时候 养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 就把每一个图层的命名 只要是网页里面合法的文件名字 我们就可以一次性导出 并且我们就不需要再来调整 它的这些文件名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 投入到网页当中的使用 非常好 非常方便 好 这个就是我讲的精准切图